副部長 好 今天我們 這個招偉 發現到這個問題 他的題目非常的清楚 預算 尚未經過立法院審議通過 意味取得未來承諾之 權 之授權 好 這是兩個 所以呢 我 想救法治面 現在這個招標案的 一個釋法性 我不曉得這個 竟然是行政院 專案通過的一個案子 那我非常想釐清楚 也不要馬上 就給你扣個帽子 說你們行政院公然違法 在您這個 專案報告的第五頁 的這個 前面屬來二是第六行 經本部審查後 奉報行政院於同年八月十九日同意辦理 行政院並准與台電公司及辦理採購事業 那就本席所知道你八月底才把預算書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都還沒有審喔 你行政院就通過這樣的專案報告 好 來 我們這個主計總處依照您的專業楊助長您回答一下 審計部副審計長您也來回答一下 這樣子是適當的嗎 我也不要說合不合法 這樣適當嗎 是 跟委員報告 那預算法 他在附屬單位預算專章 就是在預算88條的 他有一個規定 就是附屬單位預算的執行 如因經營環境 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 確實需要 如果報金現在核准 或的確是可以先行辦理 那當然這個要看整個計畫的一個性質 是不是有確實需要來引用這個條文 好 那你再繼續講 因為你已經核准了 行政院核准 那你可要說清楚 因為你也是關係人之一 你來 你說這兩個叫做正常業務 是嗎 你說有兩個條件 你再講一次 一個叫做 經營環境有重大變遷 好 環境有重大變遷 或者是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 好 來 這兩個 第一個 你就這個案子 你當初的建議 你們這個審計部當初的建議 這有環境變遷嗎 報告委員 這個案子不是我們主計總處來承辦的 不是你們主計總處啊 那會是哪一個單位 是院本部 院本部啊 你們主計單位都不需要 他有請我們來表示意見 你的意見是什麼 因為我們是尊重經濟部對這件事的處理跟看法 所以你只是橡皮圖章而已 你講不出來 你既然行政院院本部你是直屬於行政院耶 行政院主計總處耶 你竟然告訴我說那個是行政院自己合的 你沒有表達任何意見 有你有表達任何意見 我今天只是針對你這兩個條件 你有環境變遷嗎 第二個我就要再質問你 你說這個是經常性業務 明明我們的招標內容 招標內容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這130年是說用過盒子燃料最終處理 從來沒有出現過叫做即再處理計劃 多了這幾個字就是新興計劃了 這個叫做經常的業務嗎 請表示意見 我想這部分應該由部裡去解釋說 它是符合經營環境重大變遷 或正常業務確實需要 他們應該要來說明這一點 是這樣嗎 好 來 審計部來 審計長 美好 來 說明一下 你覺得本席去質疑他 你8月19號核定 你8月底才送預算 未審而先核 這個適當嗎 沒有違法的疑義嗎 報告阿委 不要再重複剛才這個主計單位講那兩項 你要解釋那兩項 環境有沒有重大變遷 有沒有這個叫做經常性的業務 說明 報告阿委 根據預算法88條 那個預算行政院核定是可以先行辦理 但是它有一個但是規定 就是容然應該送立法院備查 是 你真的是摸著良心說話的 好 您先請回 好 那那個不好意思主計長 主計這個處長您就先留著 那個我們副審計長你先請回座 那請我們部長您來回答 針對8月底你行政院核定 好 8月19號核定 8月底才送預算 你覺得這樣沒有釋法性嗎 沒有這個釋法的疑義嗎 那個報告委員 我假如沒有記錯的話 那個經濟委員會在11月的時候 曾經開過一次會議 來就這個案子由經濟部來做一個報告 在去年的11月 我沒有記錯應該是11月20號是不是 11月20號的時候 經濟委員會曾經就這個案子做過討論 講重點 今天你核定之後 第一個這有重大變更 重大環境之影響 變遷 你這個案子有重大影響嗎 我們那些核廢棒是突然冒出來的嗎 然後再來就是說你的新興 你說這個是延續性 我們從頭到103年以前 就沒有說再處理 再處理這幾個字出現在 我們任何的標案當中 你有辦法說這個一個新興建範 你硬凹成計畫性的計畫 這不是公然違法是什麼 是 那個報告委員 您說的沒有錯 他這個88條 他是說如因市場狀況的重大變遷 或者業務的實際需要 那我們就兩件事 兩個因素 來符合這個條件 您 我再跟您 好 那你就說業務需要 那也必須報行政院之後 你行政院公然違法 這已經違法在先 你也要送立法院 剛才我們副署 省記長也講得很清楚了 你也沒送立法院 行政院的部分 行政院已經有它的一個同意 所以行政院這部分是依據它的預算法 上面的權責 這叫做亂贏法緣 行政院公然違法 好 我時間到這邊 我把所有的正義點擊點出來 好 那個我們處長你先請回 部長 今天除了程序不正義之外 我們世代不正義 好 你知道你這次一次 113億把24年度 把24年的這個預算 整個一次發包 好 那也沒關係 你整個如果 就讓你試驗成功了 你現在只處理1200數 1200數 你要這個發揮113億 如果整個我們合一合三廠如期除益 共計兩萬數 如果照這樣的預算規模 你必須花到2400億 2400億佔如果 合適續件 還要再加500億 總額3300億 所以整個讓你合一合二 整個除益之後的處理經費 高達2400億 幾乎佔了我如果 這個我現在講假設 3300億的合適續件 你知道你卷一個合適 然後要處理合一合二 整個下來我先不講 合適的合肥料怎麼處理 這個2400億就佔了七成 你要光是處理你這個 高階的廢核料 而且還會運回來 我說這是第一個世代不正義 因為你要25年以後 才運回我台灣 這樣的成本 為什麼這麼的高成本 要讓我後面的子子孫孫 去負擔這樣的費用 第二個世代不正義 您說這個25年 你們自己也講了 20年後會運回我們台灣 然後再尋找中期長子的儲存 20年後你我都不在這個位置上 你告訴我台灣哪一個地方 他願意提供給你做中期長子的儲存 他還是有輻射線的疑慮 包括你花了很大的篇幅 剛才台電董事長花了很大的篇幅 說好我們怎麼的運送 怎麼的包裝 但是為什麼要那麼仔細的闡述他 因為就是還除了你的布 這個最危險的這個核廢料你拿走了 其他還是有很多高輻射的東西在上面呢 你憑什麼讓我台灣人民去承受這樣的環境不正義呢 這個就是你前後根本沒有審慎嘛 今天不是釋法性的問題 是包括你的成本的不正義 讓我後代子孫去 然後你們唯一有一招啦 就是漲電費啦 唯一一招就漲電費 然後你的長子的選子也沒有通盤的考量 20年後 說快也很快啦 所以這根本就是環境不正義 跟整個税收不正義 整個税制上已經不平等了 你還要讓我整個處理 竟然說我要漲電費 是因為我要處理核廢料 說得過去嗎 我可不可以跟您報告一下 因為核廢料它存在已經這個事實 你剛剛提到世代正義 我們必須去面對它 我們必須去處理它 那麼我們一定要找各式各樣可行的方法 那你告訴我長子要選在哪裡 我光是想到20年後你要運回台灣 含有輻射線的原料還要運回我台灣 然後那個場子你現在不先想好 然後大家在抗爭 然後只好那個到時候會一個場景 就是從法國運回來了 然後我們台灣還在抗議 說我不要這個場子放在我台灣 然後就在中間漂流 就在不知道哪一個海洋 場域上就在那邊飄搖 然後引起國際競爭 因為沒有一個家願意接受這樣的輻射 我最後一句話 核廢料 我最後一句話跟委員報告一下 將運回來的 比運出去的它的輻射程度 跟它的這個容量啊 都大幅大幅的降低 還是有核廢 還是有輻射線啊 那我們會妥善的去 部長你講這句話 你今天是在議會 還是有輻射線的原料 你告訴我在座的人 你願意接受說運回來的 我先馬上做個民調 你們現場 所有政府官員 他已經大幅降低了 誰願意接受 我20年後運回來的核廢料 願意放在你家裡給我舉手 反對的舉手 會有妥善的處置 對啊反對的舉手 他將來都會有一個妥善的處置 謝謝謝謝 沒有嘛部長 這真的是不能兒戲耶 你告訴我 現在在這邊來的官員 都來自台灣的各縣市 你告訴我哪一個人 願意承受說 這樣還有核廢料的疑慮 放在我家旁邊 好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